香港國際馬拉松賽 早上在尖沙咀舉行 在賽事期間 有最少12個跑手不舒服要送院 其中一個26歲的男人 在衝過終點後不知倒地 送院後證實死亡 亦有一個女跑手情況危態 在醫院的深切治療部搶救 陳婉蓉 報道 參加半馬拉松賽事的選手 陸續抵達終點 7時半左右 一個26歲男跑手 衝過終點後突然運到 有人上前職場為他人工呼吸 同做心內壓得救 醫療輔助隊的人員將他移離跑道 再轉到律登寺醫院 經搶救後不治 他的家人趕到醫院神情哀傷 馬拉松籌委會為問死者家人 又說死者過往 曾經參加過半馬拉松賽事 我們大會知道 他在去年和在2010年 也有參加過馬拉松賽事 在2010年他參加10公里 在2011年去年是參加半馬拉松的 他也是完成這個比賽的 除了半馬拉松 10公里賽事也有跑手 衝過終點後不舒服 要由醫療輔助隊人員抬上輪椅 其中一個23歲跑10公里比賽的女跑手 要送去律町治醫院搶救 香港國際馬拉松賽事 自07年起舉辦 2006年一個53歲 混姿器管嚴的男跑手 比賽途中昏迷 留意兩天後不治 亞洲電視記者在陳婉容那裡 今早港島區的氣溫 介乎15至19度左右 50度在80%至95之間 美育專家說天氣適合跑馬拉松 不排除意外 是與選手低股體力負荷有關 你去到比賽的時候 你很多時都會出盡到 自己的身體的能力 再加上心理的因素 你可能付出的負荷 比他原本的百分之百 可能還要高 這一個更加高的強度比賽 就容易令到他身體有問題 是容易誘發 這些絕死的問題 阿拉松賽事還在進行 我們的同事黃榮章 現在就在維園終點 黃榮章 交給你講一下最新情況 現在其實仍然進行半馬和全馬的賽事 可以見到 其實參賽者已經陸續抵達終點站 今天早上也很不幸 有一位參賽者身亡 其實大會已經安排多個救護站 為受傷的參賽者進行急救 今年有超過370位參賽者需要去救護站接受治療 他們主要都是抽筋和擦箱 我今天早上也和一些參賽者經過 他們都說今天天氣不太曬 也有點風 所以跑起來不太辛苦 都建議參賽者跑完的時候 記得多喝點水 補充水分 將時間交給你 吳秀華 謝謝 今屆馬拉松的男女子冠軍 都由哀創俄比亞選手包辦 而香港跑手紀家文和姚潔晶 就揚威伴馬賽事 分別獲得男女子組的總冠軍 梁仙瑩報道 天未光 各選手已經準備就緒了 當然要打打氣 準備好沒有 準備好 香港國際馬拉松 今年來到第16屆 突破7萬人 參加10公里半馬拉松 全馬拉松和新增的輪椅賽事 重頭戲全馬拉松賽額續舉行 由行政長官曾蔭權主持起步儀式 跑手由尖沙咀來敦道起步 跑手由尖沙咀來敦道起步 很快就進入三高兩低的賽段 三高是昂船洲大橋 青馬大橋 和丁九橋 兩低就是長青隧道 以及西區海底隧道 而今年半馬和全馬的賽段 會有些改變 他們出了西瑞進入港島之後 可以跑近海邊平坦的道路 途徑港外線碼頭 以及新政府總部 最後在維多利亞公園衝線 今早早天氣清涼 雖然曾經一度下雨 但並沒有影響跑手發揮 其中全馬男子賽事競爭非常激烈 三位跑手鬥到終點前 最終埃塞俄比亞的阿里 以不夠一秒險勝兩位 而兩小時11分27秒奪得冠軍 兼打破場地紀錄 女子伴軍同樣由 埃塞俄比亞的跑手奪得 迪美斯以2小時30分12秒 才過終點 至於伴馬方面 香港的男女子代表紀家文 和姚潔貞就稱黃蜂后 當中姚潔貞就以1小時 21分31秒的成績為免 是很開心 因為知道古塞俄是一個勁敵 因為1月份輸給他 那麼能夠贏他再次衛冥就很開心 雖然時間沒有水那麼快 可能都慢了一分鐘 不過是滿意的 很興奮和很開心 因為跑了這麼多年步 第一次在渣打擺從龍 拿到全場總冠軍 其實心情很興奮 至於近年王數香港多個賽事的湯馬士 就已落後接近一分鐘得到第二名 亞洲電視記者梁仙景報道 而在10公里賽 本港的跑手陳家豪和江鳳仙 就包辦男女子組的冠軍 10公里賽在東區走廊起步 終點是維多利亞公園 所有跑手 足足要用十幾分鐘才完成起跑 對上三屆參加半馬 從賽的香港跑手陳家豪 今屆轉戰10公里成功 最後在男子組以32分45秒 首先衝過終點 奪得冠軍 而在女子組方面 江鳳仙就以38分57秒 最快完成 獲得女子組的10公里冠軍 10公里賽年紀最大的因素 印度選手科齊新格 就在兒子和多位朋友的配伴之下 衝過終點 最後他以1小時34分54秒 完成比賽 強制取得更好 四天 六時 好 四天 四天 五天 五天 六天 六年 六天 四天